血脂是血清中的胆固醇,甘油酸脂和类脂的总称血脂不溶于水,必须与在脂蛋白结合形成脂蛋白才能溶于血液。 常见的在脂蛋白有低密度脂蛋白、高密度脂蛋白、极低密度脂蛋白、脂蛋白A、乳米微粒等,其中乳米微粒和极低密度脂蛋白的主要成分为甘油酸脂。 根据中国成人选之一常防治举拿2016把甘油酸脂的正常范围及参考指标,正常范围0.56到1.7毫米微粒,因缘升高1.7、2.3,轻中度2.35.6,严重5.7。 甘油酸脂的主要功能是给肌体的各个组织提供能量,但是甘油酸脂过高时,会引起血管动脉周样硬化,研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。 调查资料表明,血清甘油酸脂水平精致中度升高者,患观性病危险性增加。 当高甘油酸脂白有胆固醇,低密度脂蛋白增高,高密度脂蛋白减低时,引起动脉周样硬化,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性更高。 当甘油酸脂重度升高时,常可半发激性的血眼,危及生命。 一个方法可将甘油酸脂疏同血管,预防动脉周样硬化。 由于大部分甘油酸脂升高,都和饮食密切相关,因此将甘油酸脂首先要从饮食生着手。 日常生活中除了要避免高脂、高糖、高溅粉饮食外,还需要多吃一些有助于降血脂的食疗,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的降血脂,保护血管。 桥奶桑叶发酵叶含有桥奶、桑叶、薛蜜子、淮米、枸杞、菊花等酱脂食材,经过益生菌的发酵雷浅,能够把血管中的质质物分解代谢排出,从而避免质质物在血管中沉积,起到抑制甘油酸脂,和胆固醇升高的作用。 软化病疏通血管,预防动脉中要硬化,当血液中的脂肪减少时,住存在机体内的脂肪就会被释放出来,因热量的形式被消耗掉,如此反复,血脂就会逐步下降,要用原理。 草脉中含大量的黄酮类化合物,尤其富含乳丁,具有具有降低血肉和胆固醇的重要作用,维持毛细血管的抵抗力,降低其通透性脊髓性,促进细胞增伤,发指血细胞的凝集,还有降血脂,扩张冠状动脉,增强冠状动脉血流量的作用。 草叶中含有强化毛细血管,降低血液粘度的黄酮类成分,能起到疏通血管,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,在所以在改善高军血症的同时,又有预防心肌疼死和老一些的作用。 欢迎含乳丁,淮花甲素,易素,饼素,柔制及维生素A类物质等,乳丁能改善毛细血管的功能,可防止因毛细血管垂性扩大,渗透性不高而引起的出血。 另外怀疑中的狐皮素,可获占冠状血管,改善心肌循环,口气子含有胡萝卜素,维生素B1,维生素B2,维生素C,干到有降压,姜汁,酵切糖的功效。 淮花甲要回发油,维生素,木屑草素等成分,能降血压,水汁,促进血液循环,抗动内容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